大家好,我是雷琳,你想吃鰻鱼吗? 如果你去搜索鰻鱼的图片,大概率它是这样,这样,这样 实际上它长这样,很长,很滑,黑乎乎的,看起来像个反派角色 我因为这本书《鰻鱼的旅行》才知道 鰻鱼其实是一种非常神秘,特立独行的鱼 它不是一本科普书,它更像是一本作者的回忆录和人生洞见 但我觉得它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我今天的内容是以它为影子去完善的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鰻鱼这种生物 鰻鱼,是指属于鰻鱼木分类下的物种的总称 是一种外观类似蛇形的长条形的鱼类 全世界的鰻鱼主要生长于热带以及温带地区的水域 除了欧洲鰻,美洲鰻分布在大西洋外 其他的都是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 鰻鱼第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蜕变 它的鱼生分为六个发育阶段 不同阶段它们看起来像是不同的鱼类 首先大家可以弹幕猜猜看鰻鱼的寿命有多长 我们晚一点来介绍 鰻鱼的第一个阶段是卵溪 其实它们确切的产卵地点至今是个谜 但知道在大致的什么范围 欧洲鰻,美洲鰻是在马尾沼海附近 日本鰻是在马里亚大群岛以溪的那片海域 从鱼卵中孵化出来的就是柳叶鰻 身体薄如柳叶,扁平透明 它们会随洋流长距离飘游 可能要耗时一到三年的缓慢成长 才会蜕变成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玻璃蚌 它们也是全身透明的 大概六到七厘米长 身体会转变成细细的流线性 这样可以减少阻力脱离强劲洋流 进入河口水域时会开始出现黑色素 也就是第四个阶段 蚌线 这个阶段就是养殖业蚌苗的捕捉来源 它们犹如不同的河川 在成长期间鱼腹部呈现黄色 这也就是第五个阶段 环蛮 它们独自开始适应淡水中的生活 变得强壮 主要是在夜间捕食 它们只要是几乎能够弄到嘴边的东西都吃 蠕虫 小鱼 小虾 青瓜 昆虫 还有动物的尸体 它们也可以穿越极流 钻过沼泽和沟渠 甚至可以游走在陆地上 坚持几个小时 直到抵达新的水域 在环蛮时期 它们要么觅食 要么掺在水底不动 不出意外的话 它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一直活到50岁 曾经有一只叫普特的蚂鱼 在水族馆里活了85年 据传有一只蚂鱼 在一口井里活了155年 好像蚂鱼的时间是可以暂停的 只要它一直等着 不进入下一个阶段 它就不会死 这也是它生命的最后阶段 就是变成一条隐蛮 这就是我要提到蚂鱼 第二个比较特殊的点 就是 回游 这一点和鲑鱼很像 但是它们两种鱼的方向 是完全相反的 鲑鱼是速和回游 它们是在淡水里交尾 一两年之后后代会游到海里 渡过大部分鱼生 性成熟以后重回淡水 在它们父母交尾的地方 一代又一代的鲑鱼 重复这个过程 而鰻鱼刚好相反 它们是江河回游 它们出生于海洋 之后游入不同的江河溪流 在淡水中生长数年 会再有一天突然 嗯 这不走就要核酸检测了 开始踏上最后的行程 通常是15到30岁之间 野生鰻鱼会决定去进行繁殖 它们的生殖器官发育了 身体会转变成 类似深海鱼的银白色 同时眼睛变大 雄奇加宽 这让它们能够游得更快 并且能够在黑暗的大海深处 看得更清楚 它们的消化系统 会完全停止运行 胃会被溶解掉 它们不再进食 全靠消耗脂肪储备 它们就一个目的 回游至深海肠卵 然后死去 请把respect打在弹幕上 和鲑鱼不同的是 鰻鱼一直表现得很独立 它们从同一个地方出生 随机流入不同的河流 独自地存在于世界上的魔处 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条鰻鱼选择什么时候 踏上这最后的旅程 也是没有规律的 书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 爱尔兰进行过一项研究 它们抓来了大量性成熟的银蛮 这些银蛮正去往马尾遭汗 也就是它们生命的最后阶段 却发现最年轻的只有8岁 最老的有57岁 它们就好像 等一下 我好像来感觉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你不知道它们怎么就突然领悟了 但是你可以把我误了 打在弹幕上 而鰻鱼自古以来 一直让人类费解的问题 都和它的性有关 它们的生殖器在哪里 它们是怎么交尾的 在哪里交尾 为了找它们的生殖器 历史上有很多人 都剖开了数不清的鰻鱼 1824年 德国解剖学家马丁拉特克 成功找到并恰当描述了 一条有着成熟性器官的 雌性鰻鱼 那么高丸呢 雄性象征 找到鰻鱼高丸的人 一定会被历史记录下来 1876年 19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对 就是那个后来精神分析学的鼻祖 作奥地利的一名年轻学生 在解剖了400多条鰻鱼之后 或者不在自己第一篇发表的 研究论文中承认失败 他没能找到鰻鱼的高丸 不知道这段经历 是不是他后来 转而去研究人的原因 在他失败20年之后 人们才在西西里岛的墨西南海峡 成功找到了一条 性成熟的雄性鰻鱼 鱼早期是没有性别的 知道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 才会体现出性别 而且他们的性别决定机制 很明 它和环境中族群的密度有关 族群数量少的时候 雌鱼会比较多 族群数量多的时候 那么雄鱼的数量会增加 从约翰内斯斯密特花了20年 才找出比较确信的 鰻鱼产卵的区域 也就是马尾沼海 到现在 也没有人看到过 鰻鱼是怎么交维的 而且很神奇的就是 在那附近可以找到柳叶满 但没有人看到过活的 或者是死去的 成年隐瞒 鰻鱼的繁殖过程依旧是个谜 日本人一直在积极地寻找 能够人工繁育鰻鱼的办法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的性生活 因为鰻鱼是非常受欢迎的食物 而现状就是 鰻鱼不够吃了 它已经吃成冰微物种 而且有种逻辑很奇怪 一种鱼越不够吃 就越珍贵 想吃的人就更多一点 然后它就灭绝得更快一点 鰻鱼是所有养殖鱼类当中 唯一完全依赖野生捕捞鱼苗的鱼种 还记得它们的性别决定机制吗 就算把它们放在鱼塘里养大 也都是雄鱼 这就像杀鸡取卵 这些被捕获的蛮苗 它们永远都不可能繁殖出更多的蛮苗 野生的只会越来越少 而目前蛮鱼的人工繁育 只能在实验室里完成 非常的费劲 要人工取卵 受精 好不容易孵出来的柳叶满 还非常挑食 它们只吃海洋血 就是生海中像雪花一样 不断沉积的有机物碎屑 这个曾经很让人头疼 总之日本科学家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2010年 宣布做到了全阶段人工繁育 但是算下来一条的成本极高 而且效率很低 至少目前并不能够指望 这种方式能够替代野生鰻鱼 而造成鰻鱼病危的原因 除了捕鱼业 还有环境毒素 寄生虫 回游途中的各种障碍 例如水电站 水路调节设施等等 鰻鱼这种 刻在基因里的回游繁殖属性 以及它神秘又复杂的生长过程 让它们如此特殊 反复全程在对人类说 你可别管我 你可管好你自己 在《鰻鱼的旅行》这本书当中 作者描述了很多 他童年和他父亲捕鰻鱼的回忆 以及他的一些动静 我非常喜欢书里面的一句话 每当我们抓住一条鰻鱼的时候 我都会凝视它的眼睛 想一瞥 它曾经看见的那些东西 可它从不曾与我四目相接 我会想象鰻鱼的一生都看见过什么样的风景 它要经历多少危险 挑战 它是要有多么的幸运 才能够顺利地回到马尾早海 去完成它最后的旅程 我只想说 Respect 以上只有今天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求关注 求点赞 求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期 我们下次再见 Bye